- 杨老师好 你好 跨越太平洋 改变世界 艾克罗汉说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村落 部落网 这样把我们重新拉回部落社会 部落社会的特征就是对话 就是口语时代 而且我发现 很多朋友 很多网友 对我们的谈话 很有这种现实的存在感 就以为我们真的是一周录一次 其实并不是的 其实我们是每一次跟杨老师一录的话 就录了一批 然后就慢慢放 所以在这段期间 杨老师是偷偷遣回了国内 因为在国内需要上课 因为我要上课 因为我要上课 而且上课回来 现在就好像一时半会又展示出不去 对 所以 所以 国内网改变世界 国内网改变世界 就没办法 面对面谈 只能够隔着一个太平洋 在太平洋的一东一西来谈 继续我们的一起聊 这样才有一致 这样才是网络社会的特征 刚刚说过了 加拿大传播学派前面一个伊犁斯 后面一个麦克罗汉 麦克罗汉最重要的著作就是 理解媒介 他的观点就是 媒介是人的延伸 你看我们通过互联网 我们延伸过整个太平洋 所以地球就变成一个村落 1962年麦克罗汉就说 未来这样变成一个地球村 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言 在地球村的时代 对话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那两天 我们都是闲聊 对对都是闲聊 对言谈当中 凭记忆不美有所出错 但口语的特征就是亲切 不时出点错 纠正一下就OK 对啊 很多网友都很捧躺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很多网友也给了很多意见 不过有些我们能听能解决的就尽量解决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的节目 好像杨老师说其实我们就是聊天 而且每一次杨老师都没有准备的 都是我随便拿几个问题来 他就马上回答这样子的 没有说什么预录啊 你刺激我 七八我的这个回忆 七八我的这个回忆 也考验我曾经阅读过的究竟记住多少 所以真的有时候难免出错 抱歉 谢谢大家 杨老师的脑门这么大就知道 这个记忆的存储量就很巨大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集下来就知道 记忆出错其实很难避免 但有一些就是我能够在事后能够更正 更正的话就尽量更正 对这个这个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谢谢小龙 好 言归正传呢 我们也积累了一堆 网友的提问 有一个最近特别热门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最近有一个教授 要不要开名字 就不开名字了吧 就广美啊 我们身边的一位教授 出现有一个 没关系啊 很重的 这个抄袭的问题 广州美术学院实验 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 博风教授啊 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了 但是我公开写文章了 讨论这个事情 好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关于抄袭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挺复杂 我在当代里面来说 好像这是抄袭的事件 抄袭其实 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 抄袭居然成为一个问题 或者说抄袭这个中文字 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个词非常明确 抄袭就是抄袭 就是照抄 就是一模一样的照抄 就像今年广州这个 风起云涌的几天的重大事件 我的朋友冯峰教授 这个抄米飞兔 那就是照抄 除了那个嘴巴 跟那个交叉以外 连那个碟子 在什么位置 碟子里边有几颗豆子 都居然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照抄 抄袭就是 抄着和袭用别人的东西 难道这个语意还有疑问吗 居然我们这里有很多疑问 还有各种各种辩解 我真的觉得无语 我们的汉女不至于 迟疑如此模糊 其实冯峰教授 以往的作品 还是有一些非常有创业的 我非常赞赏她的一件作品 就是以麦当劳这个logo 作为一个对象 然后把它反过来 中间一串水 蹦地标出来 然后就成为一个公共作品 这个作品就不是抄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品叫 创造性转换 就是说拿了一个著名的品牌 然后跟这个品牌 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通过这个玩笑 把一种对于资本扩张的焦虑和态度 先明地表达了出来 所以我一直认为 冯峰教授这一件作品 是非常的成功的 什么叫 不行资产 什么叫品牌 麦当劳出名到什么程度 出名到 其实看到它的颜色和那个老头子的样子 和那个W 我们就知道它是麦当劳 然后冯峰做了这个转换 这个叫批判性转换 就是说 它虽然在作品中 也出现了这个著名的符号 但是它通过它的处置 把这个符号所表达的原来的含义 彻底的消解了 而变成另外的含义 这个叫批判性转换 这个叫无教抄袭 但是米飞杜行虾就是典型的抄袭 用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法的法律 这就是一个版权的问题 就是侵犯了别人的安全 不过荷兰方面的回应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他们提醒侵犯者说 希望通过法律图形解决 而且大家用诗文的方式解决 最后这个方式就解决了 就是按照诗文的法律的方式解决 这个解决的结果非常简单 就是抄袭者承认他就是抄袭 因为他将把它所有的作品 要上交给对方 或者不再这样使用 但是我刚刚说过的 以麦当茅这个logo为创作元素的作品 就一直存在 所以抄袭就是抄袭 不用讨论 为什么还要对抄袭 做出那么多奇怪的判断呢 居然还有很多很奇怪的言论 这个言论让我简直无语 我觉得至少我们在谈论艺术品 艺术趣味和这些创作的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要保持客观态度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表述这个作品和这个事件 而不要胡乱地牵扯到毫无关系的事件当中 居然有人说冯锋这个抄袭的作品 可以类似于英国初联刘海树在上海 把原体受到 这个受到这个 等于是受到禁止 这怎么能相提 完全是风马流不相近的 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说是这个对于资本扩张的有利控诉 资本再扩张 资本的确是个罪恶 它不但扩张的时候 最好疑问 但是难道在这个资本扩张的同时 我们可以废掉版权法 废掉专利法 我们就不应该保护知识产权 这是两件事 我们为什么那么轻易地 把完全不同形式的事情放在一起 这叫违背常识 所以中文语境中抄袭不用讨论 抄抄袭就是抄袭 没有改变对象的任何意义 没有表达跟原有的对象所包含的那个意思 是相反的另外一个主题 那么这样作品就叫抄袭 那我又想延伸这个问题 就我们不讲冯教授了 其实关于这个抄袭的问题 也不只是发生在他的身上 比如说之前还有叶永卿这个事件 然后还有那些毕业 也是抄袭 也是不用讨论 那个毕业 有这些很严重的这种抄袭 就我觉得 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大众本身 你怎么去知道他这个就是抄袭呢 有些人觉得他真的画得很好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不知道从哪来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是这样 一般对一般公众来讲 当他缺乏必要的知识背景的时候 甚至包括那些专业的工作者 当他们对所抄袭对象 缺乏了解甚至一无所知的时候 当然就不能够看出对方的抄袭 这毫无疑问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有一个比喻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形容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像个小偷 通通系统 然后告诉别人听他是独创 批评家的本事在于他是侦探 他说你这个是这里来的 那个是那里来的 这里来的20% 这里来的30% 这里来的40% 这个叫借鉴 来的70% 这个叫学习 来的90% 那是抄袭 来的100% 那就无耻 但是这里面要考验你的知识背景 而对于一般公众 不从事艺术这个专业的人 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背景的情况下 而看到一个似乎在媒体上 很有名的人的作品的时候 他们会发出由衷的战略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 但是抄袭者的问题在于 如果他明知是抄袭 而又这样推动 那就涉及到伦理问题了 讲的同属也好听 你不就明知骗人 骗无知者吗 而无知者很多 这很正常 我觉得无知者没罪 然后你知道这个知识以后 或者你获得这种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后 再大吃一尽 哇 这样子呢 是吧 比如说叶永卿的那些画 那个卫生画了树 他自己的作品也画成树 那个卫生画成什么 他也画成什么 你把那个卫生挪一挪 人家画树的地方里 画成花 人家画花的地方里 画一条狗 那还不至于吧 怎么连这个都一模一样呢 这种惊人的相似性 我倒是非常不理解 因为艺术家的赤上不至于如此 就像冯江说的那些米飞一样 那个碟子里面有五颗豆 抄袭的作品也是五颗豆 你能不能画六颗豆七颗豆啊 能不能把那个东西倒过来 或者说位置变一变了 连一点都不变 我怎么能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抄袭者 明知故犯到的这种程度 有点羞辱大众智商 有点玩笑开得太恶劣了 一旦我们明白真相以后 我们的愤怒 大众的愤怒 难道不应该可以理解吗 我们曾经那么信任你 那么相信你 结果你的作品 居然是来自另外一个作品 居然你的作品 连细节都一模一样 你还能告诉我 你是创造吗 你是借鉴吗 你是照搬吗 你是罗用吗 乱讲名词 那我们回到艺术的问题上面 在西方的当代艺术里面 就有关于这个挪用的这个问题 这个最近在温哥华这边 杨老师不在 就刚好在温哥华摄影节 我们做王兴松的展览 然后在同时间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展览 是在户外的 是那些户外的广告牌 摄影节主办方就邀请了 本地的一个比较著名的艺术家 叫Shirer 他是直接在网上挪用一些别人拍的照片 然后直接贴到大广告板上 那这个作品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不过最大的争议还不是在于它是挪用的问题 挪用是后来引起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拍的那些人就是打瞌睡 或者在休息睡觉 然后有一些很古怪的这种睡觉的 很怕拍的 但是他就放在Abutus的Greenway上面 然后有些人就投诉说 那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吗 不是自己拍的 是在网上挪用的 然后那些经过的徒人就觉得那些像喝了药的 打了毒品的人 可能躺在外面觉得很不舒服 就投诉这个事情 好像收到一千多个投诉 还挺厉害的 然后从那个延伸出来 然后就说这些照片还不是自己拍的 是直接在网上就挪用过来的 这个呢 有没有得到那个人的允许吗 这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堆的这些问题又出来了 那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我首先来深密一点 这个作品我们看的时候 不能说我就能够准确地阐释他的意义和想法 第二个 图像时代 图像领域有很多很暧昧的法律或者伦理的边界 包括一个人不愿意被拍 但实际上今天偷拍已经非常盛行 因为我们的拍摄工具很方便了 那被拍下来就属于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是灰色地带 第二个呢 挪用 从字面意义上 挪用就把一个曾经的对象搬过来用 但是呢 如果说在艺术上 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的话 我想应该要具备一些条 请不吝点赞订阅